在中国是无预警的禁止了我国多项食品 还有酒水饮料来进口 其中也包含了加德凤梨酥 传出业者说透露 说中国要求补件的内容 包括要给出厂房员工人数 还有凤梨酥的配比 还有糖奶比例等等 由于这涉及的商业机密 加德因此决定不补件 昨天更是在脸书发声明来强调了 说加德高评始于台湾 先更台湾 想不到这样的消息一出 疑似引起的部分中国网友的不满 就在Google留下了一心负贫 还抨击加德 是有什么了不起的配方吗 质疑着业者乱说话 但是现在更多的支持者 涌入来补写了狂刷五星评论 盛赞的业者站着赚 有骨气堪称是台湾之光 其实像是一枚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放弃补件了 好总计目前在台湾 有超过2400件的食品 搜到了暂停进口 但是其中的1800多件 厂商没有意愿要来补件 包括加德业者在今天也出面表示了 因为他们是以这地经营为主 因此决定不补件 魂后手镜 一颗颗白白胖胖的面团 捏成一个个美味凤梨酥 知名高饼店 加德凤梨酥飘香多年 前阵子被中国禁止进口 要求重新注册申请 但加德13号话锋一转 该说本就没想进军中国市场 本来就没有进出口的贸易 跟那个应该说都没有进口到任何的国家 一开始我们申请的话 是因为我们客户的话 是他们是希望说进出口到中国大陆 他们希望说有个证明这样子 加德口中的客户 其实就是在中国的代购业者 因为今年年初开始 从台湾进口凤梨酥 评评卡关 加德还决定向中国提出申请 最终却因中国要求的内容 涉及商业机密 宣告告吹 但具体要求到底是厂房规模 或是配方比例 加德却不愿透露 但加德早已不是第一个 就连知名大厂义美 也早在两年前就放弃中国大饼 自于统一则是转个弯 直接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卖 高饼工会也无奈证实 我们的烘焙业 很多有外销大陆的 他们也都是有过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中国他究竟要做什么的那些内容 是不是会真正的侵害到这个所谓的业者的这个营业机密 就怕国内其他大厂也被中国开刀 盘点烘焙大咖更不少 国内指标性的南侨与麦德虽然没有消息传出 但专家也怕未来难逃中国政治脏手 中国大陆在它的一些措施方面 可能它不是一个很符合市场机制或是规范 中国的市场虽然大 但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 那厂商其实如果说有一些规模的厂商 其实他们对这点的认知是 中国频频出招连续禁止我国水产品 饮料酒类食品输入 想要自救只能尽力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记者黄志杰张神言台北采访报道